第一站来到中国刀削面之乡 大同 当然要品尝一碗地地道道的大同刀削面 入口外滑内津 软而不沾 越嚼越香 肉臊子大磕 且超级入味 再点一碗风味独特的浑原凉粉 吃起来清凉爽口 辣椒油特别香 表面的残豆更是绝绝子 喜欢吃辣的宝子们可以尝试一下 大同兔头一样非常出名 味香味美 炒的煮的麻辣的都有 麻辣诱惑和独特口感勾起了无数人的味蕾 到了冬天 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石井铜火锅 在热气弥漫香气缭绕里 各种菜品在锅里翻腾起舞 阵阵香味层层释放 让人口水直流 大同作为美食之都 还有许多美食 黄米粮糕 大同羊杂 百花烧麦 羊糕杏蒲等 第二站来到赛上绿都 烁州 香气四溢的幼玉盐煎羊肉可不能错过 这道美食可是按一只羊半碗水的比例煮制 色泽鲜嫩焦黄 肉块有形有样 吃起来鲜美爽口 肥而不腻 在山西面的做法有很多种 油面炖炖便是其中一种 制作简单 内含土豆丝下 搭配酱料食用 口味极佳 提到古城牛奶 大家肯定不陌生 山西人从小喝到大 纯正山西国货 奶香味十足 可以买一些带回去喝 第三站来到康养福地 自在新洲 这里的美食大部分都是小吃 别看这一盘定香蒸肉 平平无奇 闻起来肉香扑鼻 多食不腻 是多少定香人而食的回忆 原品锅魁 口味丰富 软糯香甜不沾牙 香醇味美 便宜又好吃 神吃月饼 作为晋式月饼的老字号 是山西人那一口浓郁的香愁 经典五人 越嚼越香 新洲古城里 也有许多当地特色美食 大家可以去那里 寻一场烟火器 近北干饭频道播出结束 这些美食你心动了吗